刚刚在会议聊天室举手问的同学 还有在现场上课的同学 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自己的档案放哪里 找不到对不对 好那这里 我现在教一下 今天开始会随时都会有一些 除错小技巧的分享 所以建议同学 你可以就在下课后再回来看这一段 像是我的现在这个状况 我先拿我的这个资料来去看 其实像刚刚有一些 我有建议同学 你的这个在RChunk里面的每一行 你都是可以去单独执行的 就是我先把这个给 给给给clear掉 例如我如果我只要执行这个第13行 我就只要把游标停在这个第13行 然后按注意哦 我的动作是按键盘上的Ctrl加Enter 然后就直接执行了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因为我自己的资料 我是放在那个就是说比较复杂一点的地 是比较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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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那个比较 有离这个现在这个R就是R就是RMark 当专案的地方 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那很多同学可能连第一次做 你自己放在哪里都找都找不到 那我现在来就是说明来 呃说明一下如果万一如果说今天假设我就是把它给 呃我觉得我先把这个把把这个档案 搬到这里来 好你可以看你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例如说我现在我并不是把它放 我是把它给放到这里哦 好那同学可以来接 可以如果你你有你行有余力可以来接出一下 好你们可以看呃 OK 等一下他是不是 他现在应该是 Level 1 好对 好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现在这里 好 呃这个档案他是给他放放到了这个Level 1 好这个Data之之之之下 好因为这个还比较没有那么 嗯我看看 好等一下因为这个这个刚刚这等一下这刚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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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当可以当做是因为我是想要做一个错误的状况但是呃就是呃就是程式写久了都会知道怎么去犯错怎么去避免犯避免犯避免犯错但是要制造错误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好因为我是想要去制造出像刚刚刚同学很多状态例如我我现在把我就把这个我就干脆啦把它给放到另外一个啊这只要我是叫沙盒的这个档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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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夹之下就是不是放在这个这个Level 1Data这个资料夹然后我们来执行这一行这个成这一行来试试看 好那边就注意到这个就很多同学刚刚出现了这个Empathy对不对好那我要怎么那么我要怎么我要怎么样如果说因为我这是故意是设定是在Level 1里下但是我现在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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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D这个档案放到这个Sandbox下 那如果我是这样子写就找不到了好那这个时候好有一个方式好就是保持呃我这一个好你们呃我我我我现在教一下哦我们呃你们看到这个所有的符号好就把这个两个点跟这个斜线在那个应该说在作业系系统的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它都是有意义的好例如说好呃我现在直接在这个车在那个呃在这里先来做先来在这个Consol这边先来做一个试先来做一个试试例如说我现在是直接是打个只用个DIDIDIROK他现在所显示的其实就是是不是就是我的呃这现在所显示的其实就是就是我的呃这现在所显示的其实就是就是我的呃 在这个作业专案的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档案这表这表示说他现在如果说预设的话他就是显示的是呃我现在所在的工作目录好那如果说我想要去看上一层呢就是在上一层就上一层就是呃各个作业所在的目录那我就只要在DIR这个指令底下再加一个好再加一个参数好就告诉他这个 这个路径是要回到上一层去好所以说这个点点斜线就是告诉 现在现在可以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比较清清楚知道点点斜线好呃就是这个里面这个点点加一个斜线他就是就是就是告诉啊要告诉DIR这个这个这个韩示要回到上一层去好所以依此类推 我要再从这个Level04回到这个所有的课程资料的总目录那么是不是就得要做那个回到上三层 哦才可以好来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回到三层好你们又可以注意到他现在所DIR这里显示的那么就就就就就就就是这个总目录下的所有的 的资料夹跟这个 跟这个独立的档的档案 好,那所以呢 像这里 我就只要改成这样子 好,我虽然先注意哦 我现在这个是把 这个AHICSD 搬到了这里 就是并不是这个level01 那么我来试试看 我就只要把它放到这边来 要它这样去找 好,有没有注意到 它有那个找到了 好,不过这里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里我只要 这样子 好,你可以看到路径 它这边有多了两个斜线 这个是不OK的 等一下会没有办法 把这个档案给汇入进来 基本上只要像这样子 好,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就会帮我 诶,诶,等一下 他刚刚这个路径的名称 好,等一下 他现在是帮我把这个所有 因为我是有在很多的资料夹里面 他这边是给我 我把这个档案存在了许多 因为我这里有在改别的同学的作业 然后其他的同学有这个作业的 有这个作业里面有放这个档案的 他都会帮他都会把它给找 他都会把它一起给他找出来 所以这个,我现在直接放到聊天室 另外那个在现场的话 那个助教也可以把它写在 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好,你可以在那个DIR 如果说你确定你的电脑里面 你的现在的资料夹里面 你只有一个地方有存这个档案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回到 这个,这个是要确定 就是回到你的 你的那个 属于正门课程资料的这个总资料夹 那我的,因为我的状况是 我从现在这个作业 回到这个总资料夹 要经过三层 所以是这样,是要这样,是要这样子做 但是如果说你是两层的话 只要这样子 那依此类推 一层的话这样子就好 那如果你的状况像我这样子 因为不止一个地方有这个档案 然后我要特别指定 是放在这个Sandbox下的话 那么我就只要用这个 我就只要COPY 我就只要用它这个路径 好 OK OK,等一下 它这边,啊对不起 它这边是 我这边要那个 好,你可以看到 好,就是只要 呃 刚刚的可以我再补充的详细一点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如果你可以确定你的档案 是这个档案 今天要汇入的这个档案 你只有放在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 只要用这样的格式 好,这是要搜 要那个去告诉那个DIR 你现在要回到哪一层 好,就是从你的这个作业的资料夹 要回到哪一层 好,由这个来设定 那如果说你现在的状况是 你这个HHCESD 有放在不止一个地方的话 那你要特别指定是在哪一个资料夹下面的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 当然我是会希望 同学你们在演练这个资料的话 你这个资料档只要放一个地方就好 OK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OK,你这个张艺萍同学的 你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是一样 你把这个两个档 你这个档案你放在两个地方 好,这样主持人可以直接关麦吗 我记得主持人有这个权限 可以直接直接关那个有些 有些同学的Mac 对,好 好,这个路径方面有没有问题 好,然后刚刚那个下课有同学在问的时候 我有那个请拜托一位同学让我截一下图 就是这个是一般正常的状况下 同学的每位同学你的 你的那个就是放的这个 你的作业的位置跟档案的位置所放的地方 OK 好,这是一个相对的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Data 它是放在的 跟那个HW5放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基本上用刚刚的方式 就是它是可以成功去抓到这个档案的路径 OK OK,好 那这个等这个稍后我会再把它放到那个 看是放到什么样的 这个稍后我会把它放到那个今天的 真的,我今天我在想到说我忘了开那个单元3的 这个单元的讨论区了 我再把它放到那个讨论区中 好,不过这个等于这个稍,这个我们先来做 接着这个练习3的部分 好,那这练习3我刚刚在中间下课的时候 我已经有偷做一下 那这个其实就是 接着你上面的这个 这两个路径 好,你都可以抓到他们的这个档案之后 那你这个练习3 就是可以水到渠成 就是要把这两个资料给汇进来 好 那个Path如果正确的话 OK,它要等一下 它这个前面也要执行 OK,前面这边 刚刚忘了,InfoPath也要执行 好 然后你们会注意到这个 如果你的路径是正确的 那你练习3 你用这个Read的CSV 这个是Tidyverse的其中一个韩式 Read的底线CSV 那么我是很建议是 如果你现在习惯用Tidyverse的话 你会入CSV的话就用这个韩式 好,因为它的设定很 很非常简单 比较 它设定很简单 并且它在许多档案的内容 它都可以那个吃的这样 好,那 如果汇入进来 那么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现在在Environmental里面 它 我们可以 它现在多了两个地方 它一个叫做Value 这个就是存放路径 另外一个就是 这是整个档案把它给抓进来的 好,那抓进来后呢 我们可以 你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像是表单的按钮 把它点开来 它就会显示一个像 Excel 好,一样的这样的 让我们预览这里面的资料的画面 OK 好,那么现在呢 先就先 因为这个就是 接着上面setup成功的动作 现在先让同学来去 那个确认一下 你可不可以 你的路径成功之后 应该是可以把它汇入到这个单独的资料 进来 OK 好,那现在先确定 大家练习上这个简单的两步 可以,大家都可以成功 好,那么我这边先暂停 先暂停分享画面 好,然后大家有这个 这两个动作的问题 你有问题就赶快提出来 那我顺便先去看一下讨论区